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的实力每次都不一样 竟有学生上完一期的课程又来上 说是因为我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从小乔这番观点竟也被他套用在婚姻关系上 40年前他与现任台开董事长秋复生离婚后就没有再婚 结果一次就行了 我真的很怕轮回 无法重复说同样的话 做同样的事 虽然是面对不一样的人 对我来说那是很恐怖的事 他透露 当年离婚是求来的 那时我不快乐 觉得人生不是这样 自问 要这样过到80岁吗 即使离异 他在儿子面前总夸前夫人很棒 是做事很认真的人 他记得儿子才5岁时 曾天真的问他 如果爸爸像你讲的这么好 那为何要离婚 如果以后我不快乐 也可以离婚吗 如今儿子也40岁了 以母为荣 神秘女兰洪小乔 自数年前开兵店和主持节目后 沉寂一段时间 最近他在台市 新区百老会节目中透露 若不是在婚姻上跌倒 只会变为庸俗妇人 不会学到这么多人生课题 洪小乔出身宜兰望族 父母极力反对他踏入演艺圈 后来他效仿母亲 戴帽遮脸才说服了父母 得以主持节目 没想到 不见真面孔反而让他一炮而红 成为观众心中的神秘羽郎 这时期的他不仅创作词曲 还在征求具有歌唱天分的素人时 发掘了凤飞飞 陈淑化 萧丽珠 吉胡英梦等 后来拥有一片天的艺人 洪小乔主持走红后 自认阶段性任务已完成 28岁结婚生子 还许下儿子每长一岁 就写一本书的诺言 后来成为多产作家 未因失败 让洪小乔有机会转换人生跑道 他赴美攻读心理学 回国后成立资商公司 致力于心理学的研究与教学 他说 我原生家庭富裕圆满 主持电视节目也获得大回响 人生过得太顺随 如果不是在婚姻上跌倒 只会变为庸俗富人 不会学到这么多人生课题 洪小乔说 从小以为人都不会吵架 吵架只有电视剧里才有 后来学了心理学 才发现不想要认同每个人的差异 容许别人改变 还要用他人喜欢的方式爱对方 现在洪小乔精力充沛 全新丑配新节目 他在进取百老汇录像时 特地以压低帽子 遮住半边脸的招牌形象亮相 演唱了你说过 我的歌 爱之旅 牵挂等 令人耳熟能详的好歌 换起观众的美好记忆 1971年 正值烧花新月 神采飞扬的洪小乔 刚从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 他选择手弹吉他 半遮面 以低沉醉人的嗓音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 展现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要说自己想说的话 唱自己写的歌 他有信心让自己 成为最好的主持人 金曲奖是洪小乔 踏入电视主持的第一个节目 该节目也是国内首度标局 创作演唱我们自己的歌的电视节目 金曲奖的由来是这样的 1970年任职中士的制作人 顾应得与东方广告公司的 黄奇迁共同构思 并将经营电器的歌林公司 提出企划案 同时邀请在中广音乐部工作的 网生负责筹划一个 创作歌曲的音乐节目 音乐制作急需物色 一个清新的节目主持人 刚好洪小乔担任第一届 全国儿童合唱大会司宜 金曲奖制作小组 对洪小乔稳健的台风 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得知对方弹得一首好吉他 又会作曲唱歌 相当兴奋 立刻与他签下合同 金曲奖于1971年4月 在中视频道播出 由于洪小乔出身旺族 再将当时的民风认为 歌唱不是长久的行业 大学生投入演艺界 更是令人不解 为了家族的名誉 洪小乔想了一个办法 他戴着一体 关边低垂草帽 可以遮住三分之二的脸庞 手抱吉他 悠悠自在 自弹自唱 与观众话家常 想不到这个创举 立刻引起观众的热烈回响 金曲小姐之名 不进而走 洪小乔十分喜爱 台湾传统歌谣 因此每周固定在节目中 播一首台湾歌谣 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创举 家屏如潮 读者爱慕的信 像雪片般的飞来 另一方面 观众对金曲小姐 总是戴着一顶的宽边帽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充满神秘气息的装扮 十分好奇 频频猜想 他长得什么样 为什么总是手弹吉他 油遮面 他是我们熟悉的主持人吗 是哪一位 也有人猜测 金曲小姐一定长得很丑 否则为什么不敢见观众 但也有为他打圆场 他唱歌这么悦耳动听 人一定长得很漂亮 这些疑问 猜测 随着金曲奖的播出 在人们的心头翻腾 搅动得越来越厉害 热情不减的观众 都想一探金曲小姐的 庐山珍面目 甚至有人为了解开 心中的谜团 竞鼠在中市大门口 想一探家人究竟是谁 洪小姐自己也很惊讶 想不到他头戴 低锤宽边帽 隐身镜头下的容颜 却引起那么多观众的关注 深感歉意的他 立刻着手写了手 低锤的宽边帽 在节目里唱给观众听 感谢大家对他的关爱 洪小乔是金曲奖 目前的灵魂人物 事实上 只要提起80年代中市金曲奖 走过那个年代 脑海里立刻浮现 宽边草帽半遮面 自弹自唱自创曲的洪小乔 洪小乔最让观众折服的 就是在节目里 临场修改观众投来的信函 并立刻谱曲当场演唱 也就是这个时候 洪小乔开启了 民歌创作的门槛 影响了日后如火如荼的 校园民歌 经过金曲奖的冶炼 洪小乔谱谱出一首 又一首筷子人口 传送不坠的歌曲 如《爱之旅》 《你书过》 《我的歌》 《牵挂》等 日后并由陈淑华 李璧华 黄仲坤 李慧平 多位知名歌手演唱 这些百听不厌的歌曲 伴随着许多年轻人 走过初恋 踏上地毯的那一端 金曲奖播出 一年三个月后 洪小乔脱下帽子 以真面目 与观众见面之后 他离开荧光墓 选择结婚 生子 1980年 洪小乔转行 参与 父兄的家族事业 六年后 他重拾旧笔 重拾悬疑 推理 激情小说创作 陆续出版了 《我做了一个女人》 《亲仇》 《费孕姑姑的人》 《恶意的缠绵》等小说 展现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1990年 隐藏在帽子下 神秘的金曲小姐 又开始创作流行歌曲 经过岁月的淬炼 洪小乔的作品 与早期有很大的不同 那个首诗吉他 清唱情歌的少女 也被成熟中 带点淡淡伤感的歌声取代 他仍不失他追求理想 幸福的勇气 他这段时期的精彩作品有 想念是一首愉快的诗 《心爱的你》 怎一个情字了得 感觉像个女人 自在的洪小乔 目前如风一般地 又游在自己的家中 率性地读 随意地写 轻松快乐地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金曲小姐 已经离他很远很远了 岁月不败美人 人们会随着时光浑浑落去 但只要拥有才华与对生活的热情 魅力将有增无减 正如同女星洪小乔一样 洪小乔身材娇小 但内心却有着难以抵挡的巨大能量 只要心里有想做的事情 年纪绝对不是问题 在洪小乔近50岁时 健康曾亮红灯 于是激发了他求知的动力 选择到台北医学院 就读三学期的营养学 有好长段的时间念书 教书以及写作 是洪小乔的生活重心 至于感情生活 他在1974年时 嫁给了前夫邱妇生 并育有义子 婚后的他选择淡出歌坛 然而没想到多年后 仍以离婚收场 洪小乔在事隔多年后 坦然当时的离婚是求来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婚姻里 并不快乐 觉得人生不是这样 自问 要这样过到80岁吗 于是选择勇敢结束这段关系 但即使与前夫做不成伴侣 在洪小乔心中 对方依然是很棒的人 在离婚后 也从未提起一句恶言 甚至常常在儿子面前夸奖对方 他常常告诉儿子 爸爸是一个很棒 做事情很认真的人 但年幼的孩子并不会理解 婚姻能否延续 其实比想象中复杂 于是曾懵懂地问 如果爸爸像你讲得这么好 你为何要离婚 如果以后我不快乐 也可以离婚吗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儿子早已能接受 并支持父母的决定 并以他们为荣 而在那之后 洪小乔也没有再婚的打算 就如同上述 他非常害怕轮回 无法重复说同样的话 做同样的事 虽然是面对不一样的人 对我来说 那是很恐怖的事 觉得结过一次婚就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